冬季是呼吸道疾病的耗发季节 不止流感病毒肆虐 同时肺炎链球菌确诊病例也不断攀升 台北市卫生局持续针对63岁以上长者 提供公废疫苗施打 给予呼吸道最及时的保护力 其性的肺炎链球菌感染症 它是全民各种年龄都有可能会被感染 那其实50岁以上的这个感染机会 就会随着年龄增加 那所以台北市为了保护市民呢 特别也在扩大公废接种的对象 目前是针对涉及台北市63岁到64岁的民众 都可以来优先接种23架的肺炎链球菌疫苗 然而除了肺炎链球菌疫苗之外 流感疫苗以及新冠疫苗也同时开放民众接种 卫生局建议三种疫苗可同时施打 或是间隔任何时间接种 而施打部位可右手打肺炎链球菌疫苗 左手打流感疫苗 同手臂两针建议距离至少2.5公分 在不同的部位间隔2.5公分就可以同一天同时来接种 那也可以就是间隔任何时间来接种 那如果担心这个新冠疫苗接种之后 可能会有一些不舒服 比如说局部的疼痛发烧等症状 那也可以这个先接种新冠疫苗之后 那间隔一两天之后再来接种其他的疫苗 卫生局也提醒 由于疫苗施打之后 需约至少两周才能产生足够的保护抗体 或于符合公费接种资格的民众 尽早到标示有公费疫苗之医疗运所接种 才能及早获得保护力 记者刘德宇采访报道